已经知道在一个灯塔上面有一个旗桿 旗桿的高度为10公尺 如果在地面上一点测得旗桿杆顶的阳角是60 然后呢,灯塔顶端的阳角是45 那么要求这个灯塔的高度 好,所以地面测得灯塔阳角是45 好,所以这里是灯塔 那上面呢,又有一根旗桿 好,那我的阳角呢 就变成了60 好,那我们把ABC标上去 好,从这里有没有什么数据我们没写到的 哦,还有一个旗桿的高度是10公尺 所以这里是10公尺 好,那我们要求灯塔的高度 灯塔呢,我们就假设它为X 好,那在三角形ABC当中 因为它是45度,45度,90度的等腰三角形 所以呢,AB的长度就会等于BC的长度 就是我们假设的X 好,所以在三角形ABD当中 Tangent 60度 就会等于AB分之BD 好,那Tangent 60度呢,的话是多少 好,根号3 好,ab呢,是X 好,ab呢,是X加10 好,所以我们要整理一下 好,所以我们要整理一下 根号3X 减X等于10 提出来 好,一项 所以10除以根号3减1 接着我们分母有理化 好,根号3减1乘根号3加1是等于2 2跟10月分钟变成5 所以5乘上括号根号3加1 单位呢 公尺 好,那检查一下 因为它要求的是灯塔的高度 灯塔的高度就是我们的BC 就是我们的X 所以X等于5乘上括号根号3加1 就是答案 就不用再另外加什么什么什么啰